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一位呢 可以说是本土新一代艺人里面的一位 最具潜力的代表 欢迎这位偶像 那是乌齐龙先生 欢迎来 你好 乌齐龙 其实我是看着乌齐龙踏入我们歌坛 然后看到您开始发跡 然后看着您开始单飞 所以念书呢 我在这边要恭喜你乌齐龙了 因为终于大学毕业了 又要鼓励一下 谢谢 这是相当不容易 因为在这个工作里面 这个环境里面 要维持你的形象 跟这个开始向这边发展 还要念书 因为我觉得 我如果说我要去念书 我就必须要 我希望是让大家在心里面 都能够有个认同 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来念书的学生 而不是说他只是 可能只是缴缴学费 然后这学期都不会看到他这种 是是是 所以其实我在上课的时候 也有上课的压力 那在那个过程当中 自己要做很多的调试 因为可能很多的同学 刚开始的时候 在接触的过程当中 他们会觉得 你唱课唱得好好 拍戏拍得好好 没事来念什么书 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在我念书大学 这三年的过程时间里面 我也做到这一点 我让大家都认同我是跟他们是一样的 怎么样去拍戏呢 拍一部戏剧 我知道您最近 从你的表情跟反应讲话上 就知道已经成熟了 比方说你去拍电影 最近常常接戏啦 对 怎么样去揣摩 怎么样去演戏 用什么东西来做范本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就会看很多不同的电影 那你看电影当中 我像开始接触电影之后 我就会试着说 譬如说我看这部电影 我就看那男主角 他有什么样的习惯 他会怎么样去安排 他的情绪的起伏 会参考很多国内外的一些 这个就很细腻了 一些艺人啊 明星 包括眼神啊 嘴角一动啊 对 其实有很多 他们有很多的小地方小特色 几乎是你在每一部电影都看得到 只要是他演的 你都看得到 都看得到 对 这个我平常我们没注意 所以今天我们还是会邀请您 给我们来 大家一起体会一下 譬如说我举例好了 像哈里迅福特 我觉得他在选择剧本上面 他每一次都经过一些挑选 而且选的角色都是那种落难英雄 对 不是那种打不死的 一定是那种很惨的 掉到水溝里 然后爬起来脏脏的 然后他都会用那种很无辜的眼神 然后嘴角有点抽动 觉得他很可怜这样 哈里迅福特 还有呢 那再举一个就比较夸张的 现在很红的 就是金凯瑞 金凯瑞很难模仿 脸部的表情 那个嘴巴啊脸啊可以 你会很想看到 很想把它撕掉 那个脸 那他通常譬如说他 有人叫他 他的反应他就会这样 他的表情就很夸张 然后手 手还要支撇 然后很无厘头的 他可能 对 就是会有那种大动作出 金凯瑞不错不错 还有呢 然后譬如说像 Tom Cruise 现在很红的 他的电影现在 Tom Cruise Tom Cruise本身 我觉得你就很像那个 Top Gun的那个男主角 谢谢 他还演过很多律师那种 对对对 你的外形 有些角度就是很类似 眼眶红红的 然后眼睛成三角状 太像了 这个角度 还有呢 东方人有没有 东方有啊 周润发 我必须很抱歉地告诉你 我觉得还是像Tom Cruise 那是外形的问题 还是像你茶几 很热 来 先鼓励一下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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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